哈嘍 法拉 你好 哈嘍 你好 你回到香港出席活動 會留多久 留幾多個小時 是這樣的 因為今天是今早到 然後今晚的飛機就飛走了 是否因為主要叫臭小孩 是呀 因為他還很小 所以是要繼續回去臭他 那現在的臭小孩要怎樣 生活怎樣 都可以啦 因為是為人來 所以時間會長一點 還有更新 所以是忙一點點 姐姐呢 有沒有幫忙 他又不夠大去幫忙 他又搗亂有份 不過也挺有趣 他很疼小孩的 他經常要疼他 所以你離開一會兒 一會兒會想著 因為始終很小 是 都會呀 是未去到機場 我應該是想著的 因為第一次 其實生完之後第一次離開 所以就一點點想著 你也是第一次 這麼久的時間 分開 其實剛剛生完三個禮拜 大約去 LA 參加金剛的首映 那個都是來回幾小時 最快下地就已經做完 立刻上機 那個就沒有今次那麼久 今次就久一點 因為國際航班就久一點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夠坐 終於入二斤去做事 是啊 是啊 但是都OK 那個 今次可能有經驗 沒有第一胎那麼手忙腳亂 就有準備 還有淡定一點 就OK的 老公有沒有幫忙照顧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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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幫得上 公佈了三個月 現在其實阿姐是多少年三個月 現在三個月 是呀 有沒有中文名叫 中文名字還沒改到怎麼寫 叫她Mika 其實是米奇 不知道是不是米奇 但是會跟我姓 她會姓陳 因為爸爸沒有中文姓 我就抱了名字 哈哈哈哈 家姐怎麼樣啊 家姐 家姐都很好啊 是啊 她很疼她 但是她都開始搗亂 現在開始頑皮 但是都挺有趣的 現在開始回幼稚園 你會怎麼搗亂啊 你說她頑皮 她晚上會起床 不在自己的床上 然後就去看弟弟的床 我們很怕會搞她 是啊 合臭 是嗎 我覺得她又沒有 但是我覺得她的行為就有一點 因為她特地頑皮 要我們要注意力多一點 我覺得是有的 會再刺身了嗎 家姐 一見你父弟弟就走過來 她就要抱一下你 又要黏一下你 這樣 要花多些心思在家姐那裡 兩個都要兼顧 家姐其實都 因為第一胎給了好多attention 現在弟弟就 大家都很淡定 她在旁邊哭 大家又OK了 就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你先生會不會都幫到手 都幫到手 她都很厲害的 她都很像是小朋友 花很多時間跟她在一起 你修身都很快 都OK的 有些很大的苦衷嗎 那也沒有 其實餵人奶就很快手 其實我覺得是 還有沒有得睡 還有沒有太多睡 所以辛苦一點就會受得快一點 明天都會投入工作 之後都會 是啊 很快開工了 因為暑假會 其實會回來香港 所以很開心 很久沒有在香港拍 又很掛著很多朋友 很久沒有見 今次回來會久一點 每次都回來很短 今次會回來 起碼有一個多兩個月 在澳門 又在香港拍戲 所以就會 時間長一點 是關於什麼 是新電影 是新電影 這是一個Netflix製作 跟一些影帝級的人馬在一起 所以就很開心 希望可以自己的表現都好一點 所以要開始 現在開始看劇本 以及背劇本 已經提早兩個月 開始背劇本 我經常改 我又要背歌 還有做一些資料搜集 以及一些準備工作 開始 你可以說一下 這次的角色是怎樣的 這次的角色就是 一個在澳門的 一個賭場工作的女生 然後她就認識了 這個男主角 她來了一個外國 來了這裡 她是有些難賭的習慣 以及很多問題人物 認識了這個女生之後 他們聲聲相識 以及這個女生改變了她 那到時會不會 帶來小朋友過來 所以可以放下暑假 他們放下暑假都會過來 但未必全程在這裡 但他們都會過來 我又不想分開那麼久 在這裡開工 以及劇組都給他們 飛他們過來 所以都挺開心 有兩位請求回來 一個回來一部份時間 現在未安排到 因為我們的檔期都還在改 所以未確定 exactly 回來多久 到時都會回來宣傳 因為都拍了一段時間 我都看了一些片花 我都沒看過整個電影 所以我都很期待 我想看 有很多人想看 都突破的 他都很大突破的 因為他都希望大家突破 都挺有趣的 會多些回來試試拍劇 或者在香港 在小時候 劇集就很長 如果短一點的 8集 10集都好一點 但是20集 那些 40集那些 就真的太久了 電影呢 我都希望 當然是有對的劇本 有對的角色 我希望自己都不斷 希望可以有些突破 希望那些角色都特別一些 或者以前真的 完全沒有嘗試過的角色 還有練習廣東話 好像很久沒有說 都說不到 因為你們的身別 都是要講英文 不是英文 都是全部是英文 接下來那個角色 所以就 有少許幾句 那些角色和地區的人 就說回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都有的 但大部份和其他角色 都是講英文的 小朋友你會不會 都教他們講廣東話的 廣東話就幾句這樣 反而我小朋友 因為我媽媽 爸爸 是講普通話的 他們照顧他就講普通話 所以我又跟他們講普通話 我的女兒現在 普通話很流利 她講得很好 她法文又很厲害 因為她跟爸爸說法文 英文就一般 因為沒開始在學校 學到很多英文 我三個月都可以的 暫時都 你有沒有看你的電影 又沒有跟她說我做甚麼 所以她不知道 她看到金剛的海報 在紐約街上 有一個是貼在酒店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酒店 我不知道為何她爸爸跟她說 可能就是媽媽的海報 她每次見過她就說 這是媽媽的酒店 我說我沒有擁有這個酒店 是媽媽的酒店 我們那個Nanny都覺得很奇怪 她們說不是我們家的酒店 自己有沒有看《梵花》 我看了一點點 我還沒看完 都很漂亮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胡哥之前都合作過 所以都很喜歡她的演出 她都很好 有看的 有一點點 是不是都可惜沒有參演 都沒得可惜 因為我不懂得說上海話 其實我雖然組織 我家裏有上海人 但是我從小沒學過上海話 我爺爺會說上海話 之前導演找到我 問我懂不懂得說 我說不好意思 我可以學的 我說太累了 不用了